大家好,今晚有封閒直播節目 去蜜珠的頻道,打電話進來跟我聊聊 另外月頭記得是JoinPatreon和JoinYoutube的最佳時機 整天都有人問我,我還是要回答 其實我不是只說萬聯,只不過免費頻道比較多萬聯 而收費頻道那邊基本上完全沒有萬聯 全部都是亞斯奴、利物浦、車路士、熱纖、紐卡素、萬成 的獨家蔡侯平 但是為了遷就Youtube的演算法,就唯有要將它不公開變成收費 另外Join會員還會有預測的節目 今早一早已經有不少的會員多謝我說 成功預測了3比3這個比數 那就真是多得,我有做拿到正選陣容之後 夜媽媽都跟大家開過專屬直播再次預測 本來沒有正選陣容的時候我猜2比2 但是一拿到正選陣容,我立即就知道雙方會再入多些 主要就是因為萬成欠缺史東斯 穩定性令人憂慮就會失多些 同一時間熱刺是打4、2、3、1 打大戰不夠防守中場不夠攻守平衡是自殺 熱刺又會失多些 當然可以放膽一點去猜3比3這些比數 而且都可以叫做我又做出代表作 因為猜中了是熱刺會先入球 甚至猜中了第一個入球的球員是孫興敏 當時那個反擊當中孫興敏還跑得快過倒鼓 這個預測就是因為考慮到熱刺休息時間比較多 有體能優勢而萬成RB來比錫那一場 為了反勝都浪費了不少的體能 古熱刺先入球很合理 而孫興敏就是最可靠的那個 熱刺其實都能夠在預計的劇本當中順利開了個好頭 不過很可惜的就是 他們上半場的戰術其實是錯了 所以都很快被萬成反超前 下半場叫做有反省 所以追上來做一個3比3的比數 但其實都是差一點不行的了 因為上半場戰術錯了的時候 都差一點給這個萬成是可以入到3比1 甚至4比1 如果拉到這麼開的話 結果就是萬成全場贏4比3 甚至是5比3 而這兩個比數也是我專屬直播有預測的 整個完整的預測就是 萬成助和望贏的基礎是3比3 而萬成有機會就是贏到4比3 甚至5比3 我甚至說是萬成贏的機會較大的 最終你會發現 只不過是萬成欠缺運氣 上半場有個是中柱 還有有個是中微 萬成的確是較有機會贏出的 所以我都相當滿意這次這個預測 而且不要忘記了 就是去到比賽的最後 明明雙方教練不停高手過招之際 球證竟然是衝了出來做主角 萬成應該是有個得益的反擊 夏蘭特雖然被侵犯 但是他能夠爬起來 是做一個哈里加尼式的超美轉身支點 長距離直線 當時球證本來就是示意得益比賽可以繼續 誰知一見到基亞利殊有機會半單刀 球證又立刻趨回頭 說要趨停給王牌艾馬神 整個判決自相矛盾 本來又說得益 突然之間見到萬成真的有機會入球 就趨停了 令到萬成800沒有絕殺機會 雖然基亞利殊的速度來看 他有機會被賓戴維斯追回頭 但是基亞利殊當時是有機會可以選擇 第一時間奪死守門員 這就絕殺了 球證沒有理由不給機會 他踢一踢球去奪死 這個判決是非常之有問題 對於這個判決 雙方教練賽後訪問都不敢說得多 那就由我說完 其實我也不明白英超當局為什麼要這樣玩 明明都看到這個球證叫什麼名 西門賀柏 不如叫西人可白好過 他吹這個熱刺對利物浦的時候 是給了利物浦兩面紅牌 後來證實有些判決是錯的 而也有些判決是對熱刺很有利的 好,無論當時有沒有證據說是黑哨 那是不是應該在上半季 這麼短時間內 都儘量避免這個球證 再去繼續吹關於熱刺的賽事呢 尤其是這麼大爭議性的大戰呢 誰知道又是被他再吹熱刺 又是大戰又發生這些事情 對於熱刺來說 也是有比較有利的判決 喂 是會破壞英超這個品牌的 今季球證的質素都可以說歷年最頑 最近發生的事都令我越來越迷惘 究竟這群英超球證的心已經飛去沙特那邊 還是假到有點像黑哨呢 還是黑哨到有點像假的呢 我真的分不清了 我只知道這樣搞下去 球證只會變成英超的污點 講到污點 其實我今次做這個預測 雖然做得很好 不過我也覺得有些位置是做得不夠好 我始終是猜錯了半場比數 我本來就猜熱刺領先上半場 萬城下半場才追回 誰知道呢 萬城上半場已經很快追回 原因就是我猜不到熱刺上半場的戰術可以錯了 沒錯 怎麼都是有些體能優勢領先到 5分鐘打個反擊入波 但是之後竟然是再體現不回 體能優勢這件事 這個上半場 原因就是熱刺 上半場沒有做整體壓迫 不是說沒有壓迫 但是一點都不整體 只是前面有壓 後面就沒有一起跟進 一起壓去對方的背脊 那萬城中前場球員 拿球就可以輕易轉身 就被萬城輕易猜過半場 甚至打快攻 再就出現熱刺4-2-3-1 不夠防守中場的盲點時刻 而是曾經被這個杜古這樣打快攻射中尾 當時差點拉開3-1 熱刺上半場完全不像有體能優勢 專屬直播的時候我都說明 熱刺今天中堅的位置天殘地缺 用了兩個左右後衛打中堅 對阿士東維拉那場驚異證實 艾馬臣就不是很適合打中堅 如果長期收縮的話 就只可以主場對著不懂得破密集的車路士 但是這次是作客對著懂得破密集的萬城 所以熱刺今天必須要運用體能優勢 去施展出重金屬的整體全場壓迫 去盡量避免收縮的時間 當然最好就是打完攻守平衡的4-3-3 用了賀治比打正選 加上比蘇馬、盧斯素 盧斯素的回防意識比古路斯夫斯基好得多 你收縮的時候就可以變形4-3-3 這樣就不應該被古路斯夫斯基打進攻中場 不應該4-2-3-1先走線 這就是我專屬直播所建議的中場組合和結構 這樣才可以減少曼城上半場入球數字 熱刺是需要領先上半場才可以埋到尾 拿回1分去避免輸球 誰知道熱刺上半場完全不是這樣 熱刺上半場的壓迫不夠整體 搞到是多了收縮之餘 還要4-2-3-1自殺 那有什麼辦法不落後這個半場 曼城追回1比1的方法 雖然是死球靠孫英文放回烏龍 但是之後曼城就得到很多真正入球機會 相反熱刺接近沒有還拖之力 原因就是熱刺壓迫不夠整體 出現被曼城打快攻萬點時刻的導鼓中微 再加上收縮的時候也不夠防守中場 很容易被曼城破密閘 曼城入第二顆就是這樣 古魯士夫斯基進攻中場的位置 沒有回防 他在前面看著那個球 那個球在他後面 即是只有熱刺兩個防守中場 不夠人保護 不懂打中堅的兩個後衛 全部人收縮的時候 就站著看著曼城破密閘 就是有路線送進去中路那裡 而艾華利斯、科登衝進禁區呢 是只不過好像面對著熱刺的雪糕統般輕易入球 輕易必入球的 相反 曼城上半場的壓迫 還比熱刺更加積極更加整體 早段也曾經搞到這個熱刺的後場組織不停送禮 那只不過呢 就是這個下欄凸狀態太差 面對著大半的空門 當時都是射不中目標 曼城上半場的機會是多的事的 上半場的總結就是 熱刺的戰術錯過了 壓迫又不夠整體 容易失球 被迫收縮也是很容易失球 差點落後4比1 去到上半場最後5至10分鐘 才叫做熱刺的壓迫積極些 已經算是反省太過遲了 熱刺的教練普斯里高盧接受訪問 上半場欠缺積極的壓迫是跟心理有關 熱刺球員來到這個球場 伊蒂哈德突然之間是協場變得猶而不決 很多後場的組織就變成失誤和猶而壓迫的問題出現 所以半場休息的時候 他就跟球員說了 你們放膽壓迫放膽去做 有什麼事由我什麼 當然這段言論是挺有效的 熱刺下半場出來馬上做整體壓迫 下半場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曼城就完全不能夠再控制大局了 拉成軍勢 熱刺下半場大大改進了中後場壓迫的力度 中後場一起壓迫頂住對方的背部 整體不讓曼城進攻球員轉身 尤其是賓戴維斯不停積極上場 放大就是曼城欠缺史東斯欠缺穩定性的問題 熱刺立即成功把曼城上半場有62%控球比率 壓到下半場剩下46% 熱刺成功減少收縮時間 保護自己兩個體攻中堅 立即減少失球的機會 證明熱刺今天一定要壓迫不可以收縮 但其實又不可以歸咎於熱刺球員上半場協場 沒有壓迫這個問題 因為既然熱刺教練訪問都說明 球員來到這裡會協場 組斷會協場 其實也說明了 你作客打大戰一開頭 就不應該這麼高風險4231 尤其是作客曼城 協場猶疑少了壓迫去保護後防線 就不應該只有兩個防守中場4231 應該是要打三個攻兵型 較為攻守平衡 應該是賀治比打正選 上半場熱刺4231 就真的看著差點輸了 但只要熱刺教練半場作出調動反省 減少進攻點 立即換入賀治比 勞施數就多些回防 玩回攻守平衡 而賀治比的派牌能力也幫到熱刺減少後場組織失敗 再加上較為整體的壓迫 整個戰術吞對 立即有效果 上半場戰術錯了 熱刺有較多進攻點 反而只有兩次射門 萬城上半場有12次射門 但熱刺下半場減少進攻點攻守平衡 反而射門多了 有六次 萬城下半場也有六次 真正正正打成軍勢 你看一下 教練用我賽前的建議戰術 是不是立即搞定這件事 熱刺再沒有盲點 時刻 萬城下半場的快攻再沒有好處 後來使劫取代勞施數 真正正正4333個防守中場 萬城也是少了破密集的路線 作一下才不用死 到最後熱刺依然落後一顆 去到87分鐘才偶然放棄 攻守平衡 轉4231 最後才搏一搏都合理 最終萬城下半場入球的方法 就不是快攻 不是破密集 而只不過是靠萬城努力壓迫 產生反擊 即是說總括而言 熱刺下半場的反省 都大大減低萬城入球的方法和機會 而相反熱刺積極了整體壓迫 就換取入球追上來了 熱刺追回2比2和3比3 都是因為成功壓迫再打反擊 足以證明熱刺的確有潛在的體能優勢 只要一開球肯發動壓迫 整體壓迫力量 很大機會不需要落後上半場 而下半場甚至有機會偷雞贏了 或者不需要靠運氣 都可以堂堂正正拿一分 而就算熱刺球員上半場一定要協強 上半場怎樣都不會做到整體壓迫都好 但只要教練一開頭是4-3-3 攻兵型3個防守中場 也可以減少盲點時刻 和減少不夠防守中場收縮的問題 那就可以盡量減少失球的數字 也可以不需要靠運氣 堂堂正正拿一分 如今半場才反省 就真的要靠運氣才可以偷雞拿一分 如果沒有運氣的話 其實就輸得多嚴重都可以 所以真的差點是反省 都太過遲了 講到這裏 大家可能會想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究竟是上半場錯了 先下半場再反省這樣好些 但是是對上半場個搖、下半場錯了 那這樣所做的 最近出現了很巧合的情況 就是 曼聯他都作客 加拉塔薩雷上半場好一分 但下半場斷錯了 也 virava 這樣哪一隻3比3好一點呢? 如果二次今天反過來,上半場已經是做整體重金屬的壓迫 真的領先上半場,但是上半場做了重金屬壓迫浪費體能 那下半場還做不做到呢?如果下半場沒有體能壓迫 那即使上半場你適合,但是下半場不夠體能壓迫錯回頭 一樣有機會被曼城破迫密集追回,結果會不會一樣是3比3呢? 那究竟哪一種3比3好一點呢? 我的答案就是這樣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很大機會不一樣的,其實一定是上半場的部署 首先適合才好一點,因為你可以增加了領先上半場的機會 而你領先到的話,起碼有機會先打殘對手 然後就算下半場錯回頭,只要對手都是殘了 那你還是比較有機會是保住勝局的嘛 好啦,反過來,如果你上半場是錯了在先的 那你已經有機會先打殘對手 那你打逆境波是難追回來的 甚至你被人拉開了紀錄,你駐成大賽就沒得回歸了 而次今日追得回其實是有運氣的因素的嘛 就是幸好萬城上半場中尾中柱 但是如果沒有運氣的話,你輸了 你落後3-1-4-1,熱刺殘了 就神仙也難救了 所以熱刺今天打大戰一開球呢 是一定要先對先,排個4-3-3,攻守平衡 這個是最關鍵 就是你脅不脅長,整不整體壓迫都其次 而且呢,今天的熱刺 經歷了這個上半場的比賽之後 下半場依然可以做到這麼整體的壓迫 就是表示著其實熱刺今天的體能優勢都幾大 如果你上半場已經開始壓 你或者有機會可以壓到超過70甚至80分鐘 一直都保護到後防線呢 以及少一點收縮的話 熱刺就很大機會保持著領先的地位 如果能夠加上4-3-3,攻守平衡 熱刺甚至有機會都會贏了 所以一定是一開球走對條路就好多 比你下半場才反省逆境波 好了,去到最後就說到萬成那邊 上半場當然受惠於熱刺的自殺 以及熱刺的不壓迫 下半場熱刺反省了 雖然形勢逆轉了 但其實哥迪奧娜是有盡力去做好的 他應該是留意到下半場的熱刺 突然之間加大力度壓 他立即就拿走容易失控球權的導鼓 他換入控制力好一點的基亞利鼠 希望可以控制大局 保持著球,保持著勝局 誰知可惜的 再次遇上頻密的雨勢 又加大了萬成控球在腳的難度 再考慮始終欠缺小公司 而小公司是換不到進來 看來一定是被迫打來回高速球 以往很少調動的哥迪奧娜 今次都立即妥協 也妥協不玩控球在腳 不玩控制大局 立即放棄進攻點 換入弓兵營中場 劉逆斯 結構保守了 嘗試和熱刺搶回中場 那又真的被他搶到 又反擊領先過3比2 去到最後始終被人追回3比3 沒辦法 萬成是處於體能的劣勢 但不要忘記 就是拉屎 這個基亞利鼠半單 都有機會扣死守門員絕殺 只不過是被球證玩死了 而且如果哥迪奧娜 不作出妥協的話 他不立即臨場調動 可能還有機會被熱刺偷雞 贏了都還沒頂 所以下半場雙方教練的反省 臨場應變調動 都算是高手過招 就真的只不過球證 是衝出來7 這個是做污點 好了 PATREON片比賽等部分 看回萬成現在的大戰很多失波 這樣對於萬成爭奪英超冠軍會不會有影響 會不會下半季他們繼續不斷失 記得支持PATREON YOUTUBE這裡 給多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給多點有意的留言 和Share給朋友聽 這樣才可以幫助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蔡侯平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都只需要40港元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點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星畫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